就在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访问了韩国新西兰等国家 并在这过程中多次表示 这个福岛的核汇水 不对 按他的说法 应该叫核处理水 是可以饮用和游泳的 与别国核电站的排水一样 是没有危险的 关于这件事情 我国的回应也是非常的直白 如果有人认为 福岛的核污染水可以饮用 可以游泳 我们建议日方 把核污染水好好利用起来 供给这些人饮用或者游泳 而不是排进大海 让国际社会担忧 简单来说一句话 谁觉得Z22能喝 你就供给谁 日本的核汇水和正常的核电站排水 它完全不同 前者已经直接接触到了核污染物 已经具有了极强的放射性 后者只是在核电站的冷却器里面 走了一圈 给核电站降温而已 不会和核燃料产生直接接触 所以处理完全不同 冷却水处理后 基本上不会存在太强的核浮顺 而日本的核汇水 有一说一 你基本上也是没法处理的 毕竟如果能处理的话 日本人为什么还要在6月21日和6月27日的时候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大规模行徽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只要上过学的人 稍微动动脑子 就能撞过弯的问题 但奈何总有人对正常的 符合环保标准的 中国核电站排水影响怪气 对日本核泄漏造成的重度污染 又非常的宽容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